首先第一,我們單一個工作表不能滿足我們現狀 所以一定要跨工作表 不然的話,你每一個工作表旁邊就要多一個按鈕 每做一次就切過去按一下 這感覺好像不是很專業的感覺 所以按鈕多不見得好事,最好是一個按鈕自動幫你切到其他的 所以這邊總共會有四個,我的需要是按下去 自動幫我切到其他幾個,但是最後完成再切回來 所以基本上它的跑的方式是怎樣 先做第一個,再做第四個 特別注意就是這個編號 一樣就是說因為序子工作表 你要怎麼知道是第幾個 你除了可以用名稱去抓它之外 你也可以用數字 比如說第一個指的就是住專 你可以用名稱也可以用數字 那我們可以跑一個回圈 回圈的話就是for i 等於一到四 對不對 然後先做清除好了 清除什麼 清除的話就是先切過去 點施列車 然後把它全部跑完 因為也是用偵測 所以自然就知道最下面那一列是哪一列 然後把它的這幾籃 清空 就這幾個 清空之後 再換什麼 再換下一個 1變2 變3 變4 這樣最後再切回到1 完成 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切回來了 那這個怎麼做出來 首先來看一下 第一個 你可以從那個什麼 剛剛的這個清除 把它複製 貼到底下 多一個底線 多工作表 那有哪些地方是新的 其實基本上只有一個地方是新的 就是大概頭尾 原來是原來的程式是這一段 原來是長這樣 有沒有 你就貼過來 那怎麼改 ender 按一個tape 寫一個那個什麼 工作表回圈 那工作 工作 工作表回圈 寫的方法 其實跟那個 儲存的回圈也類似 你就打一個什麼 for I用過了 所以用什麼 用sh 好了 sh 來表示是序詞的變數 等於 1到4 第一個到第四個 nest 然後 然後 要做什麼呢 再來就是清除 所以要切過去 那怎麼切 shits 刮糊 有沒有 它會出現index 哪一個 sh 這個index 指的會動的 先第一個 再第二個 點什麼呢 slate 這個前面有講過 然後enter一下 再來就是 它slate之後 再做底下這件事情 清楚 所以可以把它搬過來 搬加 剪下貼上 因為他們是同一接 看起來怪怪的 所以請你把它按一個tab鍵 讓它怎麼樣 換到裡面一接 這樣子的話 就會比較那個 比較清楚 最後記得還是要加註解 最後註解 再把它加上去 也許你在這上面 單引號做 什麼什麼註解 好 那這樣的話程式就寫完了 最後它這個地方清除完之後 還要再切回到第一個 那切回到第一個 就是什麼 shits 第一個 點 slate 就好了 OK 程式就寫完了 寫完之後的話 記得就是怎麼樣 把它做個註解 因為這邊 這邊沒註解 大概就是 第一個就是什麼 工作表回圈 這邊 這邊 你就自己再加一個 第二個就是什麼 切換 第四個 最後記得是嗎 你可以再自己再加一下那個 第四個 切回那個 這個 寫完了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沒太多東西 頂多是一些小技巧 有沒有 那也不用死背啦 反正你做久了喔 這個跟那個 你在講話一樣嘛 就像你說真的 你怎麼會講話的 你小時候怎麼會講話 你回想起來 你怎麼會講話 小朋友怎麼會講話的 你會發現他剛剛只是亂講 講錯了 對不對 然後呢 慢慢好像大人會稍微糾正他一下 或者他自己好像覺得自己講錯了 就會自己修正嘛 對不對喔 那一樣的道理 初期一定會 一定會有一些錯誤啦 不過沒有關係啊 你還是建議各位有很多的範本 反正你就把範本留下來 那我的習慣是放雲端啊 那你們看自己習慣放哪裡比較好 而且你就 那有些同學印出來印在 像我最早 也是把它印在筆記本裡面嘛 那那本筆記本就隨時會帶著 一有忘記的部分 就把常用的那些公式翻到那一頁 然後照抄一下再修改 可是齁 後來